美股播放二阶专利 大家好 我是美头军 你们的美股探路者 今天是2021年6月18日 星期五 美头军在这里为各位看官 筛选出了下面这几件 最值得我们投资者关注的市场大事 我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分别给大家介绍 并分析他们的影响 第一条新闻 美联储高官强调 2022年就要加息 该言论导致市场大跌 第二条新闻 CNBC著名评论员表示 下周市场将会大幅下跌 投资者不可着急入场 最后一条新闻 我们来关注一下 芯片巨头英伟达 软件巨头Adobe 和航空巨头波音的最新异动 看看是否有新的投资机会 在此之前 让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市场回顾 今天美股三大股指全线下跌 形容道琴斯指数下跌幅度最大 下跌了533点 跌幅为1.58% 纳斯达克指数在下跌相对较小 下跌了130点 跌幅为0.92% 标普白指数跌幅居中 下跌55点 跌幅为1.31% 从各个板块上看 今天所有板块均已下跌收盘 无疑幸免 其中金融 公用事业 能源这三个板块跌幅巨大 收盘跌幅都接近或超过了2.5% 科技板块 以及非必须消费品板块 跌幅较小 都小于1% 第一条新闻 美联储高官称 加息将会发生在2022年年底 该言论导致市场大跌 周三的美联储利率决议 是本周市场几乎所有的焦点所在 对于声明和新闻发布会的详细内容 我在周三的视频中 已经做了详细的归纳和总结 然而事情似乎并没有到此就结束 今天又有一个身份地位十分特殊的美联储高官 给市场放分 今天市场的大跌 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这位大哥的一些令人担忧的言论 这位美联储高官Jim Bullard 在今天的采访中说到 随着通胀上涨的速度超过雨期 他认为第一次加息应该会发生在2022年年底 这比在周三美联储利率决议中预测的 2023年年初还要更早 之所以说Jim Bullard的身份地位十分特殊 是因为他今年在美联储并没有任何投票权 但是明年他将会成为美联储的票委 拥有投票权 在采访中他有说2022年就要加息 显然预示着他明年会对加息投赞成票 这会直接影响美联储的加息计划 至于为什么要提前加息 Bullard在采访中给出了非常清晰的解释 他预计今年全年的通胀都会超过3% 并且在2022年还会维持在2.5%左右 按照这个预测 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 通胀就已经有了两年多的时间 会大幅超过美联储设定的目标2% 如果有这么长的时间都远高于通胀的目标 那美联储就应该要走出行动 让通胀回落至2%的区间 因此2022年年底就应该要开始加息了 正是因为这番表态 再加上Bullard在美联储的特殊身份 让今天市场对于加息的担忧加剧 导致了今天市场的大跌 对于Bullard的言论 今天市场上还有几位投行大佬给出了一些回应 投行Apollo的合伙人在采访中表示 在听完Bullard的言论后 他认为尽管通胀是一个潜在的风险 但目前的通胀水平并不需要美联储过度的担忧 美国现在的经济发展的非常好 GDP增长就业率都高于预期 所以这二类的通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不过他也说 现在美联储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通胀上 这对于市场来说其实是一个好消息 另一个投行大佬 Rosenberg Research的创始人David Rosenberg 也对Bullard的言论发表了一些看法 他认为美联储的言论都在动态变化 对最近鲍威尔和Bullard的一些表态 其实不必过分担心 不过他也提到 市场总是很容易对美联储的讲话产生过度反应 而现在市场的估值也并不便宜 因此出现一些回调的现象也是正常的 除了上述两位投行大佬 目前市场主流的声音 也还是认为美联储依旧属于鸽派 周三联储会议中给出的新信息 包括更新的点阵图 购债计划维持不便 以及并未退出QE等信息 都仅仅代表了美联储从极度鸽派转为鸽派 再加上最近大宗商品回落缓和了通胀的担忧 市场这几天的反应也还算比较温和 在这里我还想重申一下之前的观点 对美联储的利率决议以及可能的加息噪音 我个人是并不担心的 我也不认为这会成为一个系统性的风险 造成市场显著的下跌 周三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在我看来 所释放的信号也是积极大于消极 尽管现在的政策风险会让市场面临一些波动 但是在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 我认为市场下半年大概率会在跌跌撞撞中继续上涨 在大方向上美股的趋势依旧向好 咱们投资者也不必过分担心 我也会时刻关注最新的消息 及时为大家带来更新 第二条新闻 CNBC知名评论员Jim Kramer警告 下周市场将会继续打跌 投资者不要着急入场 这周道指迎来了年内最大单周跌幅 标普500也出现了明显的回调 不少投资者开始蠢蠢欲动 琢磨着要不要入场抄底 今天CNBC知名评论员Jim Kramer警告称 下周美股将会非常难看 如果你是个机敏的投机者 应该周一开盘就做空打盘 然后周五结束做空开始做多 如果你不愿折腾 也应该留好子弹 等下周大跌过后再买入股票 不过他也给出了一些机会和入场的时机 Jim Kramer可不是普通的新闻评论员 他的话经常能够对于市场造成一定的影响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他为什么这么认为 Jim Kramer给出了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根据历史规律在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后的一周左右的时间内 不管内容如何市场的表现往往都不太好 不过历史也表明这样的下跌并不会持续太久 经过一周左右时间的消化 市场往往会出现反弹 分析师Larry Williams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这个观点 他表示美股有显著的季节效应 一般在6月接近尾声的那周 往往会出现一次明显的下跌 就像去年6月23至26日那周 美股指数就下跌了接近5% 而到了7月初 美股往往就会快速反弹 去年7月初的两周内 美股上涨了接近6% Larry给出了一套交易策略 那就是在6月的最后一周开始前做空美股 然后一周后开始做多 经过回测 这个策略在过去22年间都能赚到钱 第二 Jim Kramer认为 美股也不会无缘无故的下跌 下跌的导火索 很可能是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 目前美联储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来缓解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 这很可能意味着 通胀在达到历史记录后 可能会开始回归 大宗商品首当其冲 价格将受到巨大的打压 我们已经看到了 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 开始刻意打压大宗商品的价格 另外 近期上涨的美元也不利于大宗商品价格 第三 对于市场7月的回归 Jim也给出了他认为的催化剂 那就是美联储持续的宽松货币政策 他对于美联储政策的解读是 美联储将会暂时容忍 通胀维持高位 而更多地去关注就业市场的复苏 目前就业市场复苏进度缓慢 连续两个月的非农就业数据都未及预期 所以他预计美联储并不会很快地缩减QE规模 市场依旧有向上的动能 因此他也坚定地指出 市场会在6月底7月初时开始强劲地上涨 对于Jim Kramer的观点 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个人对于任何单纯依据历史规律 做投资的策略 都抱有很强的怀疑态度 我也不认为他所谓的 美联储会议后会有大跌 或者6月底下跌7月初反弹的规律 会有很强的投资指导意义 曾经有人从统计学上做过研究 说所有A开头公司的收益率 普遍要高于J开头公司的收益率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这样的投资逻辑显然是不成立的 问题就在于 从历史结果中找出的相关性 并不一定代表有因果关系 历史结果也不一定能够代表 未来的情况 反正我个人是不相信 这样的言论的 如果你问我怎么看 我依旧看好美股下半年的走势 美联储的这次会议 传达出来的信号 在我看来也是积极大于消极 所以像这周这种小幅回调 在我看来都是不错的买入机会 第三条新闻 我们来看一下 三家出现了格局性变化的热门公司 第一家公司 英伟达 芯片巨头英伟达 最近可谓春风得意 股价最近两天大涨了超过5% 周四和周五 多家投行也密集上调了其目标价格 投行Jeffreys 周四将英伟达的目标价格 从目前的740美元 跳高至854美元 并给出了两点理由 首先 英伟达收购ARM的并购案进展良好 预计交易将在2022年初完成 其次 从长期来看 英伟达将不仅仅是硬件公司 它将通过自己的Kuda平台 成为一个软硬件结合的计算平台 从而占据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 另外 美银近日宣布 上调英伟达的目标价值900美元 美银看中英伟达在数据中心业务上的发展和潜力 他们认为 随着人工智能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越来越多的客户将会在这一领域加大投入力度 因此美银预计 英伟达的数据中心业务在未来几年将有三倍的增长潜力 第二家公司 Adobe Adobe昨日盘后财报表现亮眼 股价今天大涨了2.58% 公司本季度EPS为3.03美元每股 击败了市场预期的2.82美元每股 营收方面同样不错 达到了3.84个Billion 击败了市场预期的3.73个Billion 同比增长了22.7% 公司的营业现金流再次刷新历史记录 达到了1.99个Billion 最重要的是 公司下个季度的营收指引非常亮眼 击败了市场的预期 CEO表示 客户的支出正在大幅增加 他们对Adobe的产品需求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因此 Adobe将会继续受益于经济复苏 他认为 公司的软件业务不会在疫情后减速 对公司的未来已久充满信心 华尔街也做出了积极的评价 投行Mizuho将Adobe的目标价格 从600美元提高至了640美元 他们认为 Adobe将会继续受益于数字化办公的大趋势 Bmo则同样上调了目标价 从585美元上调至630美元 他们认为 云业务将是他们未来发展的大趋势 有望成为公司新的营收增长点 而BC则将目标价格 从575美元上调至650美元 认为Adobe所有的业务线都表现良好 另外 它在全球各地的发展都十分均衡 Adobe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继续保持领投扬的地位 第三家公司 波音 虽然受盗者的拖累 波音今天下跌了0.74% 但公司今天传来了重大利好消息 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和欧盟终止了之间 长达17年的客机补贴之争 搁置了互收15%的惩罚性关税 该协议对于波音至关重要 因为目前波音正努力应对 航空业的低迷势头 许多客户不愿或者无法接受新飞机 航空分析师Rob Steller表示 在波音公司需要销售飞机之际 该协议可以消除关税的障碍 波音不再受到被欧洲市场 因为关税而拒绝的威胁 这对波音来说绝对是个利好 因为欧洲市场与美国本土市场大小一致 占总订单的20%左右 是波音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最后按照惯例 美图军在这里为各位看官 做个一周总结 本周三大股指均以下跌收盘 其中道琼斯指数下跌最大 跌幅为3.45% 创下了年内最大单周跌幅 标普白指数下跌了1.91% 纳指则跌幅相对较小 仅下跌了0.28% 从板块上看 科技板块表现最好 多个全众股表现都不错 比如英伟达和AMD等 单周涨幅都超过了4% 非必须消费品板块 整体表现也不错 全众股亚马逊上涨了超过4% 而银行板块则表现惨淡 纳斯达克银行指数周跌幅高达7.8% 是去年6月以来表现最差的一周 主要原因是本周利率曲线 出现了明显的变平坦的趋势 三年和五年的短期利率 受到美联储的政策影响而上涨 而十年期长期利率则大幅下跌 目前跌至1.43%的区间 宏观方面 美联储利率决议会议是本周的焦点 根据最新的会议纪要 市场预计美联储将会在2023年 加息两次 但美联储并没有释放出QE的最新消息 目前市场普遍预期 美联储将会在8月或者9月的联储会议上 释放出更加清晰的信号 宏观数据方面 5月零售销售环比下跌了1.3% PPI价格指数环比上涨了0.8% 显示了经济恢复的进度 慢于市场预期 而通胀压力依然还在 白宫方面 基建计划有效服进展 10位民主党人和11位共和党人 共同支持一项 1.2万亿持续8年的基建计划 下周预计将会有更多细节披露 我也会为大家带来及时的更新 资金流动方面 根据Refinitive Leaper的数据 本周股票的ETF资金流入8.2个Billion 纳指ETF QQQ资金流入最大 达到了2.3个Billion 标普500指数ETF SPY紧随期后 有1.9个Billion的流入 下周将会有两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数据公布 周四盘前将会公布 美国的第一季度GDP数据 周五盘前则会公布 5月的核心PCE无价指数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谢谢各位 祝大家周末愉快 咱们下周见 如果你喜欢美头君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和转发哦 谢谢大家